10月24日下午,由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和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共同主办 新红基地产协办的光影中国魅力香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闻摄影佳作展 在香港天际100观景台开幕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秘书长王松苗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林建东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 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徐正中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璐军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李大红 新红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郭基红 和香港赛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谭志源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精选150张几代中心设计者拍摄的摄影作品 分为四个篇章 第一篇章奠基岁月记录新中国成立后 全国人民昂扬奋发建设国家的壮阔征途 第二篇章腾飞阶段展现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壮丽画卷 第三篇章复兴新篇聚焦中共十八大以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磅礴征程 第四篇章《共同成长》展示70年来 中心社与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同呼吸共命运的辉煌岁月 用镜头捕捉瞬间以光影定格历史 展览中的一张张照片不仅展现了新中国的发展轨迹 也呈现出香港的成长历程 我们开国典礼的时候到现在一直 我们香港回归 其实一直很多很珍贵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好 它涉及的有我们的名声 名声像我们的服装也有的 那一直以来这75周年 我们国家从各方面的繁荣 就是从建国的时候 然后到改革开放到现在 见证了我们中国人不畏艰难 让大家同心协力 自强不细的精神 那有走到今天 我想真的要感恩 感恩我们国家 让我们今天香港 真的能够游至极心 东方之珠呢一定会 重新再现光芒的 透过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曾经的一些过去 我们国家 还有香港经过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精力考验 走到今天这么成功 我觉得非常难得 我们在图片当中 能看到一些过去 我们的前辈 我们过去的很多的伟大的人物 为香港为国家付出的 都能在图片里面看出 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 希望大家都能 能看到这些宝贵的照片 在展览现场 有不少观展嘉宾感慨万分 他们在这些展现国家 与香港重大历史节点的照片中 也找到了与自己有关的成长印记 这一幅就是1971年 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 这里应该是我们的外交部部长 乔冠华先生 他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是因为联合国做了2758号决议 那个场面代表着 还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我80年代已经加入香港的政府工作 在回归的时候 我在当年董建华先生办公室 是帮他处理香港回归祖国的各样安排的 所以刚才在展览里面 第一就有当年的回归的时候 然后97年7月1号的照片 第二就在新机场落成的时候 等等都是当年我在工作上 是有份去参与 所以那些特别有深刻的印象 我们国家所发展的历程 由最初看图片反映 最初的时候 是刚刚新中国成立 有很多重要的经济 民生的工作要做 经过很多年的奋斗 到了今天我们是第二的经济强国 你知道刚才看到 无论我们航天 无论是去破冰船 无论是电动汽车等等 都在世界上 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我这一代人里面 在一代里面 可以见证到 这个这么高速的发展 是自然感到很骄傲的 部分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特区立法会议员 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共约200人出席开幕式 图片展展期三天 持续至10月26日 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尽管理他 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在海外的物件上 我们要论能力